聊斋志义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刘海石 刘海石是蒲太人 因为战乱之苦而到宾州 当时 他才十四岁 跟宾州的生员刘苍克同属读书 二人关系密切 结拜为异性兄弟 不久 刘海石父母双亡 赶回家奔丧 从此 两人断绝了音讯 刘苍克生活富足 到了不惑之年 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长子刘吉十七岁 是县里的名士 小儿子更是聪明伶俐 刘苍克后来又纳本县尼氏女儿为妾 特别宠爱她 过了半年 长子刘吉忽然得了头痛病暴死 夫妻俩悲痛万分 没有几天 他的妻子突然病倒 撒手而去 过了几个月 长子刘吉的媳妇也死了 而家里的丫鬟仆人竟也接连着出事 刘苍克哀悼死者 痛苦得无法忍受 一天 正在刘苍克愁苦的时候 忽然看门人通报刘海石来了 刘苍克非常高兴 急忙出门把刘海石迎进门来 两人正要寒暄交谈 刘海石忽然惊异地问道 凶游灭门之祸 你还不知道吗 刘苍克听了十分惊讶 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 刘海石说 很久没有跟你互通音讯了 我私下里怀疑你境况不好啊 刘苍克一听 黯然落泪 于是 他就把半年来家里发生的事情 一一讲给刘海石听 刘海石也潸然泪下 过了一会儿 刘海石笑着说 这场灾难还未停止 我最初是平调你来的 幸好是我来了 我真为你庆幸 刘苍克说 好久没有见面 你难道精通医术了吗 刘海石说 医术不是我的所长 但是我懂得风水阴阳还有相通 刘苍克很高兴 就请他相看住宅的风水是凶是急 刘海石进入刘苍克家的住宅 里里外外看了个遍 接着 说想与他家人见个面 刘苍克按照他的吩咐 让儿子 媳妇 小妾 奴婢都到了客厅 依次为刘海石介绍 当刘苍克指着妾妇尼氏的时候 刘海石仰天大笑 众人正在惊疑之中 却见尼氏浑身站立 面无人色 身体迅速缩短 仅有二尺多长 刘海石用戒齿猛击他的头部 竟有敲击瓦罐之声传出 刘海石揪住他的头发 检查他的脑后 直接有几根白色头发长在那里 刘海石出手要拔 妮女缩着脖子不住地哭泣 声称他马上就走 只求他不要拔掉白毛 刘海石愤怒地说 你害人之心还没有死呀 说着 就把他脑后的白毛全部拔掉了 妮女随即就变了样 竟是一只黑犁 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刘海石把他放在袖子里 对刘仓客的小儿媳说 夫人 你受他毒害颇深 背上肯定有异常 请让我看一看 小儿媳害羞 不肯脱衣服袒露后背 在他的丈夫几粒劝说下 他才答应 只见他背上有一些很细长的白毛 刘海石用针挑出白毛说 这些毛已经老了 再过七天就不可救治了 刘海石又检查刘仓客的小儿子 他的背上的白毛要比他夫人的短些 才两指长 刘海石说 像这样的毛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没命了 刘海石再检查下去 结果全家上下都长有白毛 刘海石一边挑毛一边说 我要是不来 一家人就没活口了 刘仓客问 这是什么东西 刘海石说 他是一种精怪 与狐狸同位一类 靠吸取人的精神器来滋养灵魂 最终使人猝死 刘仓客说 长期不见你 怎么能这样神异呢 你不会是神仙吧 刘海石笑着说 我只不过刚刚随家是习得些许皮毛 怎么敢成为神仙呢 刘仓客又问他的师父是谁 刘海石说 他是山石道人 刚才这个东西 我并不能对付他 等回去献给师父处置 刘海石说完这些话 就要起身告辞 忽然觉得袖中空空 他不禁大惊失色 说 我忘了 还要拔掉他尾巴上的那根大毛 现在他已经逃走了 众人一听都非常害怕 刘海石说 他镜上的毛已经拔光了 如今只会化成禽兽 估计他还没有跑远 于是 刘海石仔细检查屋里屋外的小猫小狗 都没有发现异常 当他打开猪圈门时 刘海石笑着说 他在这儿呢 刘三客一看 里面的猪数量不对 正是多了一头 那猪一听到刘海石的笑声 就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刘海石提着他的耳朵 把他揪了出来 检视中发现了尾巴上的白毛 像针一样坚硬 刘海石正要挑出白毛 那头猪发出痛苦的声音 在地上滚来滚去 不让刘海石拔毛 刘海石说 你造了那么多孽 拔掉一根毛还不肯吗 说完 刘海石将他擒住 拔下白毛 那头猪立即又变回山里的样子 刘海石将精怪收在袖中 就要起身告辞 刘三客苦苦地挽留他 刘海石才留下吃了一顿饭 临别前 刘三客询问何时再聚 刘海石说 这很难预定 我师父早已立下宏愿 让我们经常在人间遨游 救助云云众生 你我有缘定会相见 刘海石走后 刘三客仔细琢磨着 刘海石师父的名字 恍然大悟地说 我这位好友应该是仙人了 山石两字合在一起 是言字 是纯阳子李洞宾的名讳呀 是纯阳子李洞宾的名字 是纯阳子李洞宾的名字 是纯阳子李洞宾的名字